打扮休閒的男子在火鍋店用餐 涮涮鍋 吃完了 他起身走出去 過馬路準備上車 穿紅衣的女店員追上去 雙方交談幾句 女員工走回店門口等他 結果男子門一關 油門一踩 落跑了 牛肉鍋還沒結帳 吃一吃 然後出去 然後我追出去問他說 我跟他說先生你還沒結帳 然後他跟我說他要拿錢 結果我回來的時候 我走過來的時候 他已經把車子開走了 這是高雄湖山區一間火鍋店 男子被指控吃霸王餐 8月8號下午4點多 他獨自一個人來用餐 點了沙朗牛肉鍋 用餐半小時沒付錢就閃人 店員追出去 原本已經坐進車子裡頭的男子 又走出來說我錢放車上 見店員轉身 他又坐回車內開車閃人 真的 騙很大 我以為他們是熟客 結果他不是熟客 他們店裡面的人都沒看過 對啊 倒楣啊 說會結帳又落跑 看起來就不像是忘記了 男子吃霸王火鍋 業者損失三百多塊 這已經構成詐欺罪 他要先去車上拿錢 結果最後卻沒有付錢 那很顯然 他這個說詞就叫做 施用詐欺署 構成的就是刑法的三百三十九條的詐欺罪 最重可處五年有期徒刑 詐欺罪屬於非告訴乃論 目前警方已經主動偵辦 將一車牌追人 而業者也把事件分享社群 要這位男子回來結帳 也提醒其他店家小心 就怕他都用這手法四處騙池騙河 TVBS新聞方志成高雄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